台北市内骨一家安亲班的门口 突然发生了枪击案 现场混乱成一团 一位女老师黄琼瑶头部中弹 倒在大门口血流满地 她的同事探头一看 哎呀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 同事还得安抚园内上百名的学童 这个是枪声 这样子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啊 好大喔 地面住宅都听到了 砰砰这样子啊 警方根据监视器 将让死者同事的指认 立刻锁定黄琼瑶的前男友 44岁的男子吴敏诚 社友中嫌